稍微K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就是那个第一个 输出整个Data Frame 第二个排完序之后 再做输出 而且输出 我们只输出那个西瓜价钱那一栏 那不过那一栏旁边 左边一定会帮你顺便带一个Index 那它的这个Index那一栏 OK 那再来的话呢 输出什么 我只需要输出台北一的市场行情 那台北一的市场行情的话 那你按照那里sale 其实台北一的市场就这样 这些 包含就是什么西瓜多少钱 西瓜多少量 OK 阳瓜 然后那个阳瓜的量 其实就是香瓜 OK 然后呢 把这个给列出来 意思是说我们刚刚是列一省蓝 那第二个的话 将来你会遇到就是哪一列 有没有 哪一蓝 哪一列 所以呢 如果它考你这样 你要怎么能够把台北一的那一个 那一栏的资料 哪一列的资料 它Index台北一 把最后面的资料帮我带出来 那方法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这边如果我要输出台北的那个1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一个 它那个DataFrame里面的某一个方法 叫LOC的一个方法 这个LOC的话 基本上呢 那你们可以查一下 在那个官方的说法里面 这边在第七 里面有个那个DataFrame的官方说明 那其实这边就有提到 它叫什么 LOC在这里 DataFrame的给LOC 它这边意思是说呢 它要存取什么 其实L应该是label label就是那个标签 那个标签的话 就是它的栏位的名字 就是它的栏位 比如台北一的这个栏位名称 的那个group的整列 of rows 所以就是说跟这个标签有关的 那个那一些列 然后用label的方式 帮我返回我要的那个array OK所以基本上 我就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第一个 我用那个df电 LOC 去中瓜湖里面呢 就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标签名 就是它那个编号名称 就是台北一 好 再来的话呢 你在利用什么呢 LOC 就是 再把那个LOC里面的资料 把它print出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把这个用LOC的话 它就可以马上帮我把那个台北一的这个资料 有没有 全部都秀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它第一个会帮我 假设print它 它会自动帮我 这个上面 这个是指的是上面这个标题 那底下的话 它会帮我 如果我要把它里面细项的每一列的资料都抓过来的话 这个抓过来 其实就是这一边 而且它会怎么样 它会连栏会名称先帮你写 西瓜 多少钱 西瓜的量 多少 香瓜 香瓜的量 意思就是怎么样 它会帮我有点像在Excel里面 我要这一列 有没有 然后它会帮我把 用LOC给它这个名称 它会帮我把上面的Color名称 跟下面的那个 就是它对应到的资料 一个一个帮你抓出来 而且做一个列表出现 OK所以LOC可以帮我做到这个